据环球网3月11日报道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展开对俄制裁后 俄罗斯近日公布了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进行反制 而台湾也被列入名单 不仅如此 在台湾两字后还被冠上了中国 名单一出 岛内便流传出俄罗斯正在研究报复台湾的消息 部分岛内媒体称 俄罗斯将会关闭台驻俄罗斯代表处 还担心由此可能影响在俄罗斯经商和流血的岛内民众 对于这一说法 台所为外交部长进行了回应 吴昭燮表示 这是明显的假消息 自己已经报警了 不过有岛内网友质疑道 为什么这种事情也要报警 吴昭燮在害怕什么 台外社部门表示 驻俄罗斯代表处目前仍在正常运作 并未有异常 也没有接到在俄的台商和学生反映相关问题 台外社部门还表示 将持续关注涉态进展 根据俄罗斯内外情色的变化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台湾加入对俄制裁行列一事 有岛内网友表示 没有自己的事 为什么要去惹一身心 不是妄自菲薄 也不必用这个方法抬高自己的身价吧 除了担心被撤销驻俄罗斯代表处 台湾制裁俄罗斯的后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受制裁影响 岛内的天然气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迹象 我可以认为 能不停婚 吏露儿 对于台湾 不停婚 不停婚